歡迎您回來亞太雙情 今天主播見我們請到的 嘉賓是中頭奧陽基金經理 溫剛成先生 再次歡迎Harris 我們來關注下一個焦點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今日是出席了立法會會議的時候 就表示目前樓市的政策 仍然是以本地居民優先 同時也是提醒市民 警惕樓市的高風險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5號出席立法會財委會會議 簡介今年香港第一季經濟狀況 指出首季經濟按年增長4.3% 按季增長0.7% 增幅為2011年第二季以來的新高 但主要由於去年經濟情況較差 從而出現數據上的大幅上升 同時針對樓市過熱 陳茂波也表示 政府在過去幾年不斷增加樓市供應 未來三至四年前在住宅供應量 將增加到九萬六千火 較本屆政府上任十多五成 他並在回答議員提問時提到 目前不易推出措施駐市民上樓 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是不適宜放鬆任何措施 去幫人上樓的 如果我們出台任何這些措施 都會被解讀為政府去助長樓市 將人推進去 在現在這麼高樓價的階段 尤其是能力去到比較邊際 比較marginal的一些購買 就是說他的供款能力是很敏的 在這個階段如果我們幫他入市 即使是買二手樓 我覺得是害了他而已 而且在這個階段如果我們這麼做 也都會被市場解讀為 政府在這個樓市 現在這個境況裡面 再火上加油 陳茂波又指香港住宅 賈吉寫字樓以及供煞的空置率 都十分低 也令到租金高企 他表示土地供應有滯後 相信短期內因實際落成偏頸 以及空置率低而出現貴租的情況 未能改善 並且政府也無意採取租金管制等措施 陳茂波在會上也提到 政府正在積極地採取各種取措 來吸引海外以及內地的公司 來香港設立總部 那麼其中也是包括與各個國家 簽署多編的稅務協議 同時針對香港本地的稅務條款 進行深入的探討 同時此項舉措 也有助於增加 本地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亞太第一位是孫學期旅人青 立法會報導 Harris 我們看到這一次 其實陳茂波還有表示 他說現在不適合放寬任何的措施 來幫助市民上樓 那即使是二手樓的價格 也是處於高位 如果再鼓勵市民上車 還會再抬高這個樓價 如果按他這種說法的話 是否代表大家就不要再指望說 下一陣的政府可能會來幫助 這些首制客有一個優惠的政策 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是指標 現在那些都是指標的那些方法 如果是製版的話 應該是蓋多點房出來 那樓價既不延著 就會往下走 那個是很正常的 但未來方面怎麼 未來的特區政府怎麼做 我覺得很重要 他們可能在新界的那些地方 尤其是那些農田的那些地方 他可能會把他的用途去改變 改出來做房 多蓋點房出來了 等於就是把那個樓價方面 就是慢慢慢慢往下走 因為這樣往下走了 其實比較健康的 因為老百姓在香港 說實在的如果樓價 大崩跌了 大崩壞了 那出現的問題就是 已經有房的那幫人 肯定會出來有些反對新鷹吧 那等於就是2003年 那個50萬元大遊行的那個 同樣的東西出來的那個問題 所以特區政府我覺得 他現在是盡量去把房價 去回戶這一個水平 不要讓它跌得太快 也不要讓它漲得太多 就是最好的辦法 就是多蓋房子 那個我相信 他未來方面肯定會做 但關鍵是 如果想那些香港的年輕人 解決住的問題 其實應該隨新加坡的那種做法 多蓋一點保障性的住房 其實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但關鍵是 其實因為我們香港經濟 已經太多那些地產發展商 他們已經富起來了 如果沒有他們也不行 所以我想兩極腿走路 就是政府方面 多蓋一點捕捉性的住房 然後也多給那些地產發展商 一些土地去蓋一些細人樓 等於把那些錢分流兩邊都去了 讓那個房價或者讓那個房子了 能夠充分地滿足那些老百姓的需求 那你怎麼來看 因為這次陳茂波還是再三地提醒市民 如果要買樓的話 要注意一下這個風險 要再三地撕量 就是我記得在之前的時候 其實這個李嘉誠也有表示過 如果說你是自住 買房是為了自住的話 就隨時都是可以來上車的 你怎麼來看這樣一個問題呢 關鍵是你到底用多少錢來供房 因為那個是很關鍵的 因為本身其實97年的時候 我看過一個訪問 就是一個年輕人那個時候的小夥子 他剛剛買了一套房 在紅看那個某大的屋園裡頭 他每一天一天三頓飯 不是白麵包就是那個方便麵 想想吧 如果房價一直往上漲 那個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心裡還是覺得開心的 因為他的房價越來越高 他越來越有錢 他現在熬過去就行了 但如果房價 已經好像那個年代 跌下來的時候 他心裡頭確實真是有點 神經病都出來了 因為很簡單 您想想吧 一天都有黑 是這麼素的一些東西 然後最後結果是 您的房子不及錢 最後其實香港那個時候 我們一般人供房 大概供兩萬 但結果是最便宜的時候 租金才四千塊錢 同一樣的房子 那老百姓真是有點毛病出來 但關鍵是 我覺得因為李先生 其實他是有錢的 他也是賣房的 他有利益衝突 他沒有理由 讓你不要買房的 所以變成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我覺得 那些年輕人或者那些老百姓 他們因應自己的負擔能力 如果讓爸爸媽媽 把自己的房子去按切去貸款 然後再幫自己買一套房的話 那他的公款可能太多 那如果太多的話 如果經濟有什麼問題 其實首先要記住 那個房價已經漲了十多年了 如果有一些調整的話 他們要熬過去的那些日子 不會短的 所以大家投資者都要小心 也就是如果要做房奴的話 還是要有一個亮麗而為 對 好 我們來跟著 今天兩地股市的收市情況 今天兩地股市的收市情況